1 2 3 4 他起來了 所以呢其他其他人都一直這樣的 我都奇怪為什麼他們這樣的 原來是 他們覺得只有那個味道很難受 我我看著他我的髮型師我說 你沒事嗎 他說 反正我是習慣的 他一直冒煙 你是 那個油冒的煙應該蠻香的才對吧 臭翻了好不好 不像Bacon的味道嗎 是很臭油味 油頭 油味頭皮味 頭怎麼要 本來就不應該有Bacon的味道 幹嘛你是Bacon味啊 對 在這裡夾著兩塊披薩一樣 不對 那如果女朋友在你面前放屁重 你可以接受嗎 他真的沒有遇過 如果不小心的比如說打到說 你很討厭的 然後就 啊 不好意思啊 如果不睡覺那句比較好 放了就放了嘛 不要這樣 不好意思 你會不會希望他先講 就是說像 許希希都會先講說 欸我要放屁 不要 也不要先講 就放就算了 放了你會不會就是默默的在心裡想說 這我 我對他喜歡的程度扣分 不會 還是會喜歡 那些我倒不會 因為就是人必須做的東西 那如果比如在你家 然後他說 親愛的 但是千萬不要 裝放 就放完裝 沒有放那種 哦 或者是你看他本來就這樣做 然後突然歪了一遍 可能你是坐那邊的嗎 他就要可能避免一些方向就往那邊 過去 然後再過了幾秒就再走回來 其實那個理論是很錯的 哦 那個理論是很錯的 理論是錯的嗎 當然是 雖然 空氣是 方向是這邊 方向是那邊 但是你往回坐的那一下 會把氣壓這樣 然後回來 哦 OK 你要是放屁的話 就放就這樣放就好了 所以你有遇過那種就是斜一下身體 然後再裝 朋友啊 就同學 那前面那個再多公開 就有人這樣 然後再回來 你在過幾秒就 哇靠 對啊 電影我應該去抱氣一下 關於氣壓移動的方向 一點事情 這個 可以列入剛才來的 陳詩銘的 奇怪言論 可是好那如果 很浪漫的時刻 那個 然後上床再 那我情調就放屁了 會怎麼辦 就是正要發生關係 然後我放屁嗎 天啊 那就這個本來就不浪漫了 我真的 我會 我會跟他分手 然後移民 我讀過一天日本小說 我讀過一天日本小說 就是兩個 好像初戀情人分手了 然後在街上遇到了 就二十多歲又遇到 就好 好甜蜜 然後就去咖啡 喝咖啡 然後就真的很想上 就到賓館去 那麼快 因為他以前就上過 就是在 初戀的時候就在一起 好就到賓館去 然後就一切在最完美的機器的時間 那女生就 然後就狂奔出去就累了 真的 就把衣服穿就狂奔出去 對啊 天啊 因為太尷尬啊 就整個美夢就被毀掉了 是不是很難的跑 還是你跑 躺在那邊啊 你的跑 放屁的跑了 是放屁的跑 可是如果男生放的話 應該不會跑吧 嗯 嗯 我不知道 要是會跑 跑掉嗎 要是我不會放 你會 你怎麼做到的 加入 所以你在 所以你在談戀 所以你 亂七八糟 你想想 衣服也脫了哈 自己的狀態也 也走不動 加入 然後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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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辦 我這 可不可以大叫來掩護 演戲那個聲音 可是 可是問你如果你叫就 啊 然後到晚才放 啊 啊 時間 時間沒有match到 那整個就毀了啊 你給你打擾 我 我跟你講 其實這問題不是開玩笑 我真的提醒你 有一天你不要 回到這種美好的時刻 我跟你講你這絕對不是開玩笑 很多觀眾朋友們 應該發生這種事情 而且我個人 非常怕這種情形 發生在我身上 所以你最好先想好怎麼辦 你知道像以前我們 而且你圍著毛巾 可能會一坨黃色的在想 有像很多女生那可能 去男朋友家上廁所 因為一開始剛交往 還在尷尬期的時候 你很怕尿尿 或是放屁的聲音 聲音太大聲 對然後很多女生 會開水龍頭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 也是發生一樣的情形 我就是只是想要尿個尿 然後就尿著尿著 就不小心就放了一個屁 然後很大聲 男朋友在外面嗎 對 因為他們家很安靜 然後我出去之後 我就想說算了 這男朋友跟他分手好了 就開始自爆自棄 然後後來 我就覺得說那就是 沒差 反正那就是這樣子啦 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可言 然後我就去詢問 其他的朋友 他們說如果女生 剛剛跟男朋友在一起 大家上廁所 很怕不小心有屁會跑出來的話 你就一邊尿尿一邊 用衛生紙 這樣子堵住那個 肛門 你在講真的嗎 真的 女生好可憐喔 對然後他說 因為你用衛生紙堵住肛門 所以那個氣 就算放它也會是那種 悶行喔 就不會有那種 然後我就想說這個方法很值得 推薦給大家 女性朋友們盡情的殺尿吧 只要用衛生紙壓住那個 才不會 我一直在想你這套 理論可以在哪一個來賓來秀 發表 結果是在 你覺得這個是很受用 不好意思啦 有些人可能不想聽 對面的道理 香港的節目可能比較想討論 這件事情 欸你們朋友之間 應該也會聊這些吧 欸男生沒有聊過這個耶 你們男生不聊這些嗎 不可能 不過我覺得蠻可憐 你們女生好可憐 對啊 你們為了男生這麼辛苦啊 所以 你一點都不擔心這方面的問題 日本人會在廁所裡面 裝音效啊 比方說鳥叫聲啊 什麼褲褲聲啊 很多 那些飯店啊 酒店都會啊 這波一些很無聊音樂啊 對 以為會會蓋過 對 以為會蓋過 你看水龍頭很不好欸 對啊因為男生 男生會想說你到底要多久 你已經跳25分鐘了 你 而且有些男生不知道可能想說 哇塞你尿海真強 而且 萬一他 他是 很節儉的人 他現在那個 很討厭 一起開他的水龍頭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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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到十分的話 他可以得幾分啊 我從來不會打分啊 我真的不會打分啊 因為 我觉得外表实在实在太外 就是表面的东西 真的吗 真的 你有交过丑的女朋友吗 如果是某女朋友 我就不会觉得丑了 好啦 跟你不交丑女 那你就不会觉得她丑了 你是人的眼光的话 你有交过丑女吗 有没有交过女朋友 没说 应该没有了 对了 所以还是都是 但我自己觉得没有 你说你眼光可能有 有很多女孩 直接跟我说 你干嘛会喜欢那种 我喜欢就喜欢 关你个屁事 她有称赞你漂亮 对啊 必动就轻 其实 她还是不讲完蛋 如果我现在讲 太虚伪了 哪会啊 太低了 你很美 这被你一讲 还真的很虚伪 对啊 你看 那要吵来了有什么好玩 不是你的表达方式很假 没有 我要讲 我觉得要经过今天 我们聊天的这一个小时 我觉得我发心里 你是一个好人 你有内心美 内在美 你有外在政争 不要太在意外在政争 他没有胸 他没有胸 他没有屁股 他都要问我 我跟你讲 你今天两个都 都放屁事 有什么内在美 还是注意外在美 放屁 沈凌鸿今天来问了 很多我们聊事 可是他 你要出新唱片了 对不对 我忘记了这事情 如果你很喜欢我们今天聊 沈凌鸿 他出来了新唱片来听 谢谢沈凌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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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